第1261章界海鲜玉的归属 而且与张楚轩大长老上一次接触的时候不同 这个加入黑白炼狱的坏血妖族 出现的同时还伴随着玄仙威压 而上次他们交手的时候 这个坏血妖族还只是大罗金仙巅峰的修为 炼魂之术看到坏血妖族的出现 云青年眉宇微微明了明 这个坏血妖族已经被秦无道奴役了 下方地面的人群全部都哗然了 坏血妖族是坏血妖族 天呐监管使怎么会跟坏血妖族勾搭到一块 他他难道不知道坏血妖族被整个仙界所不容吗 监管使疯了 如果勾结坏血妖族的事情泄露 整个仙界都不会有他的容身之处 等等监管使之前好像说 要要我们所有人给张艺辰陪葬 突然有人惊呼了一声 一个可怕的念头 在他们的脑海浮现 监管使该不会是打算 杀杀人灭口吧 有人充满恐惧的说道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他们是监管使 也一定会选择杀人灭口 而且监管使也有实力做到 将在场所有人诛杀 节节节 主人 你堂而皇之把我暴露出来 是打算要杀人灭口吗 怪血妖族身影彻底出现以后 舔了舔舌头的看向了秦吴道 灭障 废话少说 先替朕杀了眼前的青年 秦吴道直接冷哼一声道 怪血妖族的灵魂 已经被秦吴道恋化过 秦吴道一个念头 就能决定 怪血妖族的生死 节节节 主人息怒 我这就去杀了他 怪血妖族眼中闪过 不易察觉的恨意 但还是第一时间 就出手攻向了云青年 黑白炼狱是杀手组织 先借最强最神秘的杀手组织 这个怪血妖族能加入黑白炼狱 暗杀技巧自然已经真入化境 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怪血妖族出手的第一时间 身影就消失在了真空之中 哪怕是秦吴道的神识 都无法捕捉到他具体的踪迹 对顶尖杀手来说 蒙蔽别人的神识感知 只是必备的基础能力之一 空 真空震颤 无数冲击波席卷向四面八方 云青年栖身的区域 出现了漫天的雪光 一道漆黑的身影 凭空从真空暴露出来 公子 下方地面 张元峰眼中出现担忧之色 全仙级别的杀手 如果条件具备 甚至可以刺杀超越玄仙的存在 张元峰设身处地 想了一下 如果他是云青年 根本躲不开坏血妖族的这一击刺杀 杰杰杰 有意思 居然提前预知了我的行动 怪血妖族发出圣人的笑容 身影再一次消失不见 几乎是同一时间 云青年的身影 出现在了万米之外 众目睽睽之下 云青年突然将起源界一横 展向了他的右前方 轰猛龙 恐怖的爆破声直接响起 围观的人群 看到一道浑身漆黑的身影 被轰飞了出去 半空中还吐出一道黑色血水 怎 怎么可能 你 你竟然也身安刺杀之道 怪血妖族稳住身影后 一脸吃惊地看向云青年 刺杀之道虽然强大 但却很偏门 偏门到一般只有杀手能够掌握 而且 还是最顶尖的杀手 云青年先是提前预知 他的行动避开 紧接着 又是先轰出攻击 重创了身影突然出现的他 这两个细节 足以反映出 云青年也身安刺杀之道 而且远在他之上 你 你也是黑白炼狱的成员 怪血妖族突然又说道 在他想来 也只有黑白炼狱的杀手 能够掌握云青年这样的刺杀之道了 黑白炼狱 一群剑不得光的乌合之众罢了 云青年眼中闪过不屑 接着 身影也消失不见 不 怪血妖族猛地尖叫一声 云青年消失的瞬间 他浑身的汗毛便竖了起来 哭吱 众目睽睽之下 云青年手中的起源剑 直接洞穿了坏血妖族的心口 恩 妖合 云青年两眼猛的一亮 起源剑刺入坏血妖族心口的瞬间 他便通过起源剑 感觉到了妖合的气息 云青年的起源剑里面 现在就有一枚妖合 不过这枚妖合 虽然是变异妖合 但现在仅仅相当于人仙级别 而这个坏血妖族体内的妖合 可是悬仙级别 这枚妖合 一旦落入云青年手中 对云青年来说 就等同于多了一个 能储存下悬仙能量的容器了 云青年猛地搅动起源剑 连万分之一秒都不到的时间 悬仙境的坏血妖族 就被搅烂了肉身 一枚黑色妖合 瞬间就暴露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妖合 是妖合 无数人惊呼 该死的 这孽障体内居然存有妖合 秦无道气急败坏地骂道 如果早知道 坏血妖族体内有妖合 秦无道第一时间想到的 根本不是奴役他 而是直接杀了他 绝了他体内的妖合 妖合的价值太贵重了 不仅能直接练化 化为修为 也能充当一些极其强大的 阵法的阵眼之用 另外 妖合还有一个特殊能力 也因为这个特殊能力 导致妖合的价值无限攀升 他的能量耗光后 还可以往里面注入能量 并且将能量长期储存起来 这就相当于一个水袋 渴了就打开水袋喝上一口 喝光后 还能重新往水袋里面装水 在一众吃惊 眼馋的目光下 云青年江玄仙境的黑色妖合 收入了起源界中 脚背 混元塔阵不要了 把妖合交出 你我恩怨一笔都消 不远处的秦无道教道 秦无道虽然知道混元塔珍贵 但终究是没见过 对混元塔的了解 仅仅是听张元峰三言两语提到过 妖合却不同 这可是玄仙境的妖合 哪怕是地先存在 都会为了他而疯狂 听到秦无道的话 云青年不由笑了 这蠢货居然到现在都没分清局势 现在 占据主动的 可是他云青年 回答秦无道的 是一道恐怖的剑气 结带着破碎空间的威能 这是先帝真姐的第二事 剑碎空间 轰隆隆 秦无道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就被剑碎空间轰成了重伤 近乎失去战斗力的重伤 回答我 剑海仙玉是属于哪一个 先帝麾下的仙玉 云青年身影一闪 直接出现在了重伤的秦无道面前 散发着寒气的起源剑 也架在了秦无道的脖子上 第1262章持咬女帝麾下 这一幕太快了 快到包括秦无道这个当事人在内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秦无道就被轰成重伤 几乎失去战斗力的重伤 秦无道口中喷涌大雪 整个人还未缓过神之际 云青年身影一闪 已经将起源剑横在了秦无道的脖子上 秦无道激怒交加 又是恐惧又是愤怒 就在他准备出言威胁云青年之际 云青年的声音已经抢在他之前响了起来 回答我 见海仙玉是属于哪一个仙帝麾下的仙玉 云青年说出这句话后 心里出现莫名的紧张 回仙界这么久 终于到这一步了 他马上就能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而这一步 也是他真正意义上回归仙界最重要的一步 只要他知道 现在所处的位置 隶属于哪一个仙帝麾下的领土 就能制定出相应的回归计划 张义晨 你 你疯了吗 你 你知不知道朕是监管使 对朕出手 就等同于与朕身后的仙帝为敌 秦无道不仅没有回答云青年的问题 反而声色距离地呵斥 威胁云青年 监狱的监管使 要么由仙帝亲自册封 要么由仙帝麾下的势力册封 见海仙玉这种小仙玉的监管使 虽然没资格被仙帝亲自册封 但也是仙帝麾下的势力作风 严格来说 也属于一个仙帝麾下的势力 对借海仙玉的监管使出手 同样相当于与借海仙玉背后的仙帝为敌 这就好像凡人借一个小县城 县令官职虽小 连面见圣上的资格都没有 但只要有世俗势力 敢针对这个县令 就等于再挑战皇权 还敢威胁 云青年梅宇一辰 都这时候了 秦无道居然还敢威胁他 横在秦无道脖子上的启元剑 突然深入了一分 直接割入了秦无道脖子上的血肉里面 吃的一声 就有鼓鼓鲜血液了出来 我耐心有限 三心内如果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那就别怪我直接抽出你的灵魂询问了 云青年审声道 朕说 朕 朕这就说 秦无道连忙惊恐地说道 启元剑的剑锋 陷入他脖子的血肉后 让他愈加感觉到了启元剑的冰冷 现在的他 已经丝毫不怀疑 云青年杀他之心了 戒 戒海仙玉 并非仙帝的直属势力 而是大周仙国麾下的仙玉 大周仙国 则 则是持咬女帝的直属势力 面积而言 大周仙国差不多有七个戒海仙玉那么大 麾下一共有37个直属仙玉 戒海仙玉只是其中之一 秦无道与气颤抖地说道 云青年心里顿时出现喜色 大周仙国他虽然还是没听过 但至少让他有了头绪 知道借海仙玉是持咬女帝麾下的势力 云青年按捺住心里的激动 不动声色地问道 大周仙国的国主 有没有资格接受持咬的接见 秦无道看向云青年的目光 顿时变得像是看着一只怪物 你 你竟然直呼持咬女帝的名字 仙界的声明 对先帝都有着敬畏之心 几乎没有人敢直呼先帝的名字 你只要回答我 大周仙国的国主 有没有资格被持咬女帝接见 云青年重述了一遍问题 直呼持咬女帝的名字 云青年是习惯使然 这就好像借海仙玉八大修仙门派的宗主 相互之间的称呼 往往也会是直呼名字 因为身份上而言 他们是对等的 就更别说 云青年跟持咬 还有着极其深厚的私人感情 大周仙国的国主 只有在登基的时候 需要前往帝女城接受作风 秦吾道回答道 其他时候 除非女帝召见 否则国主并无资格主动求见女帝 云青年心里闪过失望 看来大周仙国的疆域 放眼整个仙界所有仙域 并未进入前十万名 先帝对麾下的势力 并不怎么在意 能进入他们眼界的 唯有进入前十万名的仙域 就拿云青年来说 他麾下就有一万多个 进入前十万名的仙域 这一万多个仙域的监管室 国主如有要事 可以通过层层禀告 申请面见云青年 至于排名十万开外的 仙域的监管室 连申请面见云青年的资格都没有 大周仙国有没有天旋学院 云青年又问道 天旋学院 是持咬创建的学院 在持咬麾下的仙域中 设立了上千万个分院 每隔一段时间 持咬女帝都会举办一场天旋之战 只要是天旋学院的学员 都可以参加 上千万个天旋学院的分院 先甄选出一名最优秀的学员 然后再让每个分院最优秀的学员 大周仙国的天旋学院建立时间不长 历史不过短短五十多年 有就好 云青年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最初的打算 是通过大周仙国的国主 来搭上持咬这条线 不过 大周仙国的国主 既然没资格申请面见持咬 这个打算便只能做罢 尽亏 大周仙国有天旋学院 尽管 大周仙国的天旋学院 历史只有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 你 你是如何知道天旋学院的 秦吾道忍不住好奇的问道 借海仙玉的消息太封闭了 封闭道 连张元峰这个层次的人物 都不怎么了解外界的情况 可偏偏 云青年却说出了 刚在大周仙国建立还不到五十年的天旋学院 云青年没回答秦吾道的问题 沉默半晌后 突然悠悠的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手中应该有 举荐进入天旋学院的名额吧 你 你怎么知道这个 秦吾道当场色变 举荐他人进入天旋学院的名额的事情 秦吾道自己 都是不久前才得知的 秦吾道 见云青年 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后 便继续说道 我虽然有举荐进入天旋学院的名额 但也只是举荐 第1263章五个月后见持遥 具体收不收 还要看被举荐者自身的条件 是否符合天旋学院的招生标准 天旋学院的招生标准是 千岁以下的大罗金仙 或者是三段天才 三段天才的衡量标准是20岁之前 必须踏入真仙境 相比千岁以下的大罗金仙 三段天才明显更为稀少 至少在剑海仙域 云青年就没有见过三段天才 当然 如果公孙非从小就开始自强不息地修炼 以他的天赋绝对能在20岁之前踏入真仙境 不过 公孙非只是天赋够 本身庸懒的性格 注定了 他当不了三段天才 秦吾道说到这里 有些无奈地看了云青年一眼 说道 千岁以下的大罗金仙 剑海仙域还找得出几尊 但这些大罗金仙 无意不是大势力的首领 不可能会放下家族宗门基业 去天玄学院当一个学员 至于三段天才 放眼整个剑海仙域 连个鬼影都见不到 所以 我虽然有举荐名额 但这个举荐名额 有与无根本没什么区别 秦吾道说到这里 似乎又想到什么 猛地看向了云青年 我关你古灵 还不到20岁 你 你倒是符合天玄学院的招生标准 秦吾道觉得 云青年岂止是三段天才 甚至有可能是四段天才 乃至 传说中的五段天才 听到古灵这个词 云青年暗自苦笑了一声 云青年很少有不确定的东西 古灵恰恰是其中一个 如果按照天星大陆的年龄来算 他现在只有19岁 他在天星大陆 生活了15年 而后意外坠入仙界 在仙界摸爬打滚了3000年 但这3000年 只相当于天星大陆的三年 再算上云青年从仙界回天星大陆 待了一年多 也就是说云青年现在才19岁 可如果按照仙界的算法 他至少有3000多岁了 但千万别觉得3000岁就算大了 跟另外九个先帝比起来 云青年不知道要年轻了多少倍 甚至不跟先帝相比 3000岁哪怕放在玄仙里面 都属于年轻的存在 就拿眼前的秦吾道来说 他就活了5000多年 下一届天玄之战何时举行 云青年突然又问道 天玄之战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一次 但这个每隔一段时间 并没有具体的实现 一切 都是按照持摇的心情 云青年印象中 持摇有时候时隔五年 十年 就会召开一次新的天玄之战 也有时候 相隔几百年 才会召开新的天玄之战 如果没意外 应该是三个月后 秦吾道用猜测的口吻 说了一个时间 天玄学院不久前 刚好派人邀请我三个月后 去天玄学院做客 我猜测 应该是找我充当天玄之战的裁判 否则的话 我这个见海鲜域的监管使 应该还没资格被天玄学院放入眼中 云青年文言 微微点了点头 持摇女帝眼中龙不得杀子 他举办的天玄之战 都会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 而公平 往往就代表着透明 云青年陪持摇女帝 观看过两届的天玄之战 那两届天玄之战 都邀请了无数个裁判 有大势力的首领 也有一个先遇的监管使 裁判数量越多 越代表着不容易出现猫腻 云青年心里 闪过了浓浓的期待之色 他已经打算 借助天玄之战这个跳板去见持摇女帝 只要他一路未免 不断战胜对手 就能参加最终的决战 而最终的决战 是放在帝女城举行 帝女城 是持摇女帝居住的城池 整个先界最最最繁华的城池之一 哪怕持摇到时候 不出席总决赛的观战典礼 我到了帝女城以后 也有办法联系到持摇女帝 云青年心里嘀咕一声道 而且 云青年见到持摇的时间 不会太久了 三个月后 就是大洲先国的天玄学院的天玄之战举行时间 云青年首要做的 就是获得大洲先国的天玄之战的第一名 接着 会晋级到下一轮 没意外的话 下一轮会在持摇麾下 进入先界排名前十万的先玉的举行 云青年只要再获得这一轮的魁首 就能前往帝女城参加最终的决战 如果我没记错 天玄之战的外围赛 周期都是一个月 无论是大洲先国的天玄之战 还是大洲先国之上的先玉的天玄之战 都属于外围赛 也就是说 最多五个月后 我就能前往帝女城 到那时候 我就能联系到持摇了 云青年心里 闪过浓浓的期待 对持摇来说 他已经有千年没见到我 到时候 一定能给他一个惊喜 其实给持摇惊喜 还是次要的 云青年最主要 还是不想持摇担心他 没意外的话 这千年下来 持摇除了思念他 更多的还是担心他发生不测 与此同时 云青年也想询问一下持摇 莫皇背叛的内情 莫皇曾经以云青年的名义 邀请持摇女帝赴约 而后在赴会地点 联合其他先帝设下杀局伏击持摇 五个月 最多五个月了 持摇 你一定要等我 云青年心里嘀咕道 五个月后 是以今天开始计算的时间 三个月后 大周先国的天玄之战举行 举行一个月后落幕 紧接着 大周先国之上的先遇的天玄之战 又接着举行 同样也是一个月后落幕 第五个月后 就是在地女城举办的总决赛了 近千年下来 云帝所属的势力 发展如何 整个仙界 有没有再传关于云帝的消息 云青年突然又问道 并且神识 完全笼罩了秦无道 只要秦无道的回答 有一个字的谎话 都会被云青年第一时间察觉 秦无道眼中先是闪过疑惑 有些不解张艺辰怎么问起云帝的事情了 不过疑惑归疑惑 秦无道还是第一时间 答道 我虽然是借海仙玉的监管使 有渠道了解外界的消息 但借海仙玉毕竟是持摇女帝麾下的势力 因此我对其他先帝的势力了解并不多 云帝麾下的势力 我了解不多 根据我得到的支离破碎的信息推断 云帝跟他云帝的势力 处境都极为不妙 第1264张传闻 如何各不妙法 云青年瞳孔微微一缩道 云帝已经有千余年没有露面 外界对他没有露面 出现了无数传言 其中有两条传的最广 一条是说云帝修炼时出现问题 受到严重反噬 修为不复全胜时期 另一条则是说 云帝极有可能已经陨落了 云青年眉宇微微一沉 太久不露面 果然要出现了问题了 千余十大先帝 虽然经常闭关 但很少会像云青年这样 超过千年没有出现 云帝的势力呢 云青年又问道 如果说云帝处境不妙 还只是传言 还只是世人在猜测 那么云帝的势力不妙 则是真实发生的实例 秦吾道深吸了一口气道 被誉为云帝之影的莫皇 已经公然背叛了云帝 占据了原本归属于云帝的三成左右的领帝 除了莫皇 仙剑还有其他大势力 也在暗中谋划云帝的势力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不是持咬女帝放话说 要逼有云帝的领帝 云帝的领帝 只怕已经被蚕食殆尽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 秦吾道似乎想到什么 猛地又说道 云帝挥下十八府的辅主 已经有三人遭到了黑白炼狱的暗杀 其中两人重创 一人死亡 听到两人重创 一人死亡这句话 云青年两只眼睛直接冷了下来 刺骨的冷意 从他身上涟漪而出 十八府的辅主 修为最弱的几个都有道祖修为 每一个都是他的亲信 他的左膀右臂 从云青年还不是先帝的时候 就开始跟在他身边 对云青年来说 十八府的辅主 每一个都相当于开国功臣的存在 黑白炼狱 云青年心里浮现盎然到极致的杀鸡 两只眼睛 也在这一刻 不受控制地血红了下来 死掉的一个 与被重创的两人 都分别是谁 云青年深吸了一口气问道 我 我只知道死掉的一个叫南荣宁 剩下的两个是谁 我 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我得到的消息 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消息 秦武道 与期待着几分颤抖道 他是被云青年的反应吓到了 有那么一瞬间 云青年身上涟漪出来的冷意 直接让他如坠冰窖 感觉到了刺骨的冰寒 南荣明 云青年的心止不住地颤抖 都快要滴血了 南荣明在云青年还是悬仙的时候 就已经跟在他身边了 从跟随云青年的那一刻起 南荣明对云青年就一直忠心耿耿 为云青年安前马后 赴汤蹈火 在云青年的下属里面 南荣明是那种既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下属 南荣明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我这个人蠢 一根筋 还是爆脾气 没有云帝就不会有我南荣明今天 我的一切都是云帝给的 你 你怎么了 秦武道终于忍不住问道 秦武道发现 自从提到云帝 以及关于云帝的事例以后 张艺辰就变得越来越不对劲 尤其是说到南荣明死亡后 张艺辰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身上散发出来的冷意 直接让他感到一阵如芒四倍 张艺辰该不会是云帝的崇拜者吧 秦武道心里付匪了一句 千界有很多人 都将云帝视为了偶像 远的不说 借海仙玉就有好几个大人物 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被云帝接见 比如张元峰 比如阎老怪 比如丁老怪 云帝的崇拜者 听到关于云帝不利的消息 往往会为云帝感到不平 恨不得自己能帮上云帝 张艺辰此时的反应 就给秦武道这种感觉 只不过 张艺辰的反应有些过了 仿佛被杀的不是云帝的下属 而是他张艺辰自己的亲信 其实别说云帝的崇拜者 哪怕是我都不希望云帝出事 秦武道心里突然敌宫了一声 云帝是十大先帝里面 真正意义上 从最底层爬起来的先帝 在很多生灵眼中 云帝代表了一种希望 一种信念 一种只要你努力修炼 就能改变命运的希望 一种只要你努力修炼 就能爬到先界巅峰的信念 别看秦武道 在借海仙玉是主宰一切的监管使 但放眼整个先界 他这个监管使连辟都不是 甚至不说整个先界了 就是在大周先国随便一个大势立出来的子弟 都不会把秦武道放在眼中 先界像秦武道这样的人很多 地位不如秦武道的人更多 这些人也有梦想 也想出人头地 云帝的存在就如同一块立在终点的封碑 告诉他们只要你足够努力就可以达到 没什么 云青年深吸了一口气 将所有负面情绪强行压了下去 云青年也知道自己的反应过于激烈了 至少在秦武道看来会显得很激烈 我感觉你对云帝跟持遥女帝的事情似乎很感兴趣 秦武道看了云青年一眼 见云青年没有反对 便继续说道 还有一件关于持遥女帝的传闻 不过这个传闻在持遥女帝领地里面 一直是个禁忌 所以一直没人敢提 这么传闻 云青年问道 持遥女帝受了重伤 秦武道拉低了声音道 云青年的心 又狠狠地一抽 离开仙界千年 他已经有这么多在乎的人受到伤害了 先是莫黄背叛 再是南荣明死亡 现在连持遥都被传授到重创 关于先帝的传闻 与普通传闻不同 关于先帝的传闻 往往都是有心之人散布出去的 而敢散布先帝的传闻 散播之人背后往往有着另一尊先帝的影子 而先帝让人散布的消息 要说没有依旧 云青年是绝对不信的 就好像如今的仙界 关于云青年那两条船的沸沸扬扬的传闻 一条说云青年已经死亡 一条说云青年修炼出现意外 受到反噬 如今的修为不复全盛时期 云青年不用想都知道 这消息也是先帝放出去的 因为如今的他 确实修为跌落了 第1265章两条路 不过 池瑶虽然重伤 但伤势肯定不致命 也危及不到根本 否则 躲在背后的有心之人 就不只是让人散布传闻了 云青年心里嘀咕一声 他很担心池瑶 非常非常担心的那种 不过云青年还不至于 因此就乱了分寸 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需要冷静下来 五个月 只要再等我五个月即可 云青年心里说道 他如今的修为 虽然只恢复道真先进 但他先帝手段都还在 只要见到池瑶 一定能帮助池瑶疗伤 秦吴道 你当监管使的年限快到了吧 云青年又看向了秦吴道 是的 秦吴道点了点头道 如果我没记错 你有权指定接班人吧 云青年又说道 秦吴道似乎想到什么 有些意外的看向云青年 你想要当见海鲜浴的监管使 云青年微微摇头 我对监管使没兴趣 不过我要向你举荐一个人 张元峰 秦吴道近乎脱口而出道 不错 云青年直接点头道 张元峰确实符合成为监管使的条件 不过我凭什么指定他当我的继承人 秦吴道语气突然变得强硬 秦吴道是觉得 云青年现在有求于他 所以不用再像之前一样委屈求全 似乎担心云青年马上翻脸 秦吴道又急忙说道 你应该知道 想成为监管使的人很多 只要我愿意 借海鲜浴的十大家族 八大修仙门派的老怪物们 都会倾尽一切资源跟我购买 云青年没有翻脸 而是悠悠的看着秦吴道 你不觉得身外物与命比起来 你的命更贵吗 云青年这是赤裸裸地威胁 化落后身上重新浮现杀气 瞬间就让秦吴道如坠冰窖 感到了刺骨的冷意 大大洲仙国有我的命牌 只要我出事 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得知 你你虽然强大 但不可能会是大洲仙国的对手 所以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些 刚提起几分勇气的秦吴道 感受到云青年身上的杀气后 再次变得胆寒 用支支吾吾的语气说道 那又如何 云青年悠悠地看着他道 杀了秦吴道 确实会给云青年带来很多麻烦 至少一旦秦吴道死了 张艺辰这个身份 云青年就不能继续使用 而且整个戒海仙玉 也不会有他的容身之处 但云青年为人处事 从来都不会脱腻带水 接受别人的威胁 更何况杀了秦吴道产生的后果 对云青年来说只是能带来麻烦罢了 既然是麻烦 就终有甩脱的一天 那又如何 你 你的回答 只是那又如何 秦吴道语气一致 又是惊恐 又是恼怒地看向云青年 他觉得云青年完全就是一个疯子 杀了他 对云青年没有好处 对他秦吴道自己更没有好处 明明就是两败俱伤的事情 云青年居然能说得这么坦然 那又如何 仅仅只是四个字的那又如何 最让秦吴道恼怒的还是 他能感觉到云青年是真的会杀他 就算我接受你的威胁 指定让张元峰当上届海鲜玉的监管使 你可有想过后续的事情 秦吴道又深吸了一口气道 后续 还需要什么后续吗 云青年悠悠问道 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秦吴道很想破口大骂 质问云青年是真傻还是假傻 不过这种话 就是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说出 秦吴道深吸了一口气 压向所有情绪后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我接受你的威胁 指示 暂时的接受 秦吴道觉得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够了 剩下的云青年肯定会会议 说白了 秦吴道现在接受威胁 暂时指定张元峰当上监管使 但只要等秦吴道脱身 到时候把云青年威胁他的事情 捅到大周先国 对方肯定会为他做主 说白了 秦吴道还是想要好处 仅仅用他性命威胁他 就想让他指定张元峰当上监管使 哪有这样的好事 只是暂时接受 云青年摸了摸鼻子 脸上微微出现了冷意 秦吴道额头 顿时冒出了冷汗 他在紧张 异常的感觉 此时面对着云青年 就像是面对着一尊杀神 一言不合随时就会对他出手的杀神 可让他屈服 乖乖指定张元峰当监管使 他又不甘心 毕竟 他的指定可是相当于一笔巨大的财富 本来我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那就别怪我既做初一又做初五了 云青年身上的冷意变得越来越重 直接给秦吴道一种 随时会出手杀了他的感觉 秦吴道的身子不自觉颤抖了起来 看向云青年的目光变得惊恐不安 我给你两条路 云青年看着秦吴道 悠悠的说道第一我现在就杀了你 第二立下天道誓言 效忠于我百年 原本的云青年对杀秦吴道 以及让秦吴道臣服都没有兴趣 这是因为杀了秦吴道 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不到万不得已 云青年并不想惹上这个麻烦 第二 秦吴道这个人 在云青年看来根本没资格效忠于他 但现在秦吴道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云青年只能给秦吴道这两个选择了 听到云青年的条件 秦吴道都快哭了 他恨不得立马抽自己一巴掌 早知道云青年会提这样的条件 他早就一口答应 让张元峰当上监管室了 我 我不想死 但 但我也不想给人当狗 秦吴道深吸了一口气道 此 正常人都不会想 给人当狗 秦吴道同样适应不了 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戒海鲜玉的监管室 但在戒海鲜玉 他却是万万人之上的存在 说句不夸张的说 他一句话能决定戒海鲜玉很多人的生死 对秦吴道来说 臣服于人 与直接杀了他 几乎没有区别 讲不详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才算 云青年冷笑一声 说得出手了 第1266章前往大洲仙国 秦吴道面色一变 下意识反应就是闪躲 但他还没回过神 脖子就被云青年扼住 出魂之术 云青年爆合一声 瞬间就将秦吴道的灵魂 活生生抽了出来 回答我 臣服还是死 云青年冷冰冰的声音 直接在秦吴道的耳边响起 怎 怎么可能 你 你竟然如此轻易 就把我的灵魂抽出来了 秦吴道又是吃惊 又是恐惧道 正常情况下 灵魂只有在肉身死亡的瞬间 才能被人抽出来 以秦吴道悬仙二阶的修为 要在没杀他的情况下 就抽出他灵魂 至少也要帝仙出手 才能做到 但秦吴道可以百分百断定 云青年绝不是帝仙 因为哪怕在大洲仙国 帝仙都是屈指可数的超级高手 有资格被冠上至强者 这样的头衔 这重要吗 云青年悠悠说道 身上冷意健在 我耐心有限 三个呼吸内 如果你还没有选择 那我只能让你行神俱灭了 别 我臣服 我 我愿意臣服 秦吴道灵魂全是恐惧 当下就以灵魂形态 立下天道誓言 我 我秦吴道以天道誓言起誓 从今日开始 百年内臣服于 秦吴道突然又停了下来 看向云青年 你 你真的叫张艺辰 云青年 云青年缓缓吐了三个字 秦吴道微微点头 重新发誓到 我秦吴道以天道誓言起誓 从今日开始 百年内臣服于云 等等 你说你叫什么 秦吴道的誓言 又到了一半停止 看向云青年的目光全是惊恐 无以赋加的惊恐 云青年 可是叱咤仙界的云地的名字 紧接着 秦吴道马上又联想到 云青年此前就表现的 对云地跟持咬女地的消息 特别感兴趣 原本 秦吴道是把云青年 当成了云地的崇拜者 但现在看来 云青年根本就不是云地的崇拜 他 他自己就是云地 你 你是失踪千年的云地 秦吴道目光全是惶恐的 看向云青年 如假包换 云青年微微点头道 虽然已经猜到答案 但听到云青年点头承认 秦吴道还是震惊到了无意附加的地步 云地 高高在上的云地 竟然会出现在 见海仙玉这样的小地方 云地在上 请受小仙衣拜 秦吴道回过神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恭恭敬敬的向云青年行礼 他整个灵魂 都匍匐到了地上 像是虔诚的信徒在叩拜神明 云青年没说什么 坦然的接受了秦吴道的匍匐跪拜 我秦吴道以天道誓言起誓 愿永生永世臣服云帝 为云帝孝全马之劳 秦吴道的灵魂 匍匐在地立下了天道誓言 原本的云青年 只是让他臣服百年 秦吴道现在 却主动将效忠的时间 无限延长 变成了永生永世 不得不说 秦吴道很有心计 正常情况下 以他的修为 以他的地位 连面见云青年的资格都没有 就更别说是效忠于云青年了 对秦吴道来说 臣服于云青年 不仅不会屈服 反而是莫大的荣耀 而且 这个臣服 还会给他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处 云帝哪怕修为跌落 哪怕不复全盛时期 他依旧是先帝之躯 归附先帝修为也只是时间问题 对秦吴道来说 云青年随便赏他几步功法 就能让他受益终生 你倒是聪明 云青年若有深意地看了秦吴道一眼 随即大手一挥 让秦吴道的灵魂回归了肉身之中 拜见云帝 灵魂回到肉身以后 秦吴道又跪在了云青年面前 起来吧 云青年摆了白手 以后称呼我为公子即可 另外 也不要动不动就下跪 是 公子 秦吴道说道 随即便站了起来 公子 我指定张元峰当监管使 还需要前往大洲先国报备 一来一回大概要三天时间 秦吴道马上说起正事 他深知 云青年这个地位的人 正常的溜须开马 不仅不会博得云青年的好感 反而会让云青年厌恶 想要取得云青年欢心 唯一的办法 就是做好云青年安排的每一件事情 我正好也要去大洲先国 一起启程吧 云青年缓缓说道 云青年短期的目标 就是加入大洲先国的天旋学院 接着 参加天旋学院的天旋之战 最终获得前往地女城 参加总决赛的资格 也只有到了地女城 云青年才能联系到持咬女帝 公子想借助天旋之战 这个跳板见到持咬女帝 秦吴道不傻 马上就猜到了云青年的做法 云青年微微点头 并没有隐瞒秦吴道 白云泉 你替我安顿一下 云青年又说道 至于林婉儿跟公孙飞 云青年则打算待在身边 云青年的平日忙于修炼 日常起居都需要一个人照应 林婉儿最适合不过了 至于公孙飞 她已经是原始摩帝半个弟子 云青年打算找个机会 将公孙飞送去摩乱海给原始摩帝 而在这之前 公孙飞只能跟在她身边 至于莫元 张元峰 短时间内 先让她当届海鲜浴的监管使 耿云青年见到持摇女帝后 再将张元峰接到身边照应 公子 雷云宗的大长老 宗主张楚轩 要不要属下解决了 秦吴道又请示道 秦吴道说这话的时候 没有掩饰声音 故意传遍了全场 公子 秦吴道也叫张艺辰公子 秦吴道该不会也臣服于张艺辰了吧 天呐 这个世界疯了吗 不仅老宗主归顺了张艺辰 现 现在就连监管使大人 都臣服于张艺辰 人群哗然一片 一个个对秦吴道的臣服 都充满了吃惊之色 唯有张元峰 脸上看不到半点意外 因为张元峰知道 秦吴道臣服于云青年 不仅不是屈辱 反而是莫大的荣耀 大长老跟张楚轩 面色则直接大变 秦吴道不仅臣服于云青年 而且还当众向云青年请示 要不要解决他们 第1267章离开 让元峰决定吧 云青年摆了白手道 无论是张楚轩 还是大长老 在云青年眼中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 除非真出现了生死仇恨 否则云青年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生死 至于让张元峰处置 云青年也是做了顺水人情 张楚轩对他来说 只是不起眼的小人物 但他确实莫缘这一世的弟子 多谢公子 张元峰眼中闪过暖流 云青年把张楚轩的处置全交给他 等同于就这样放过了张楚轩 大长老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张元峰此前跟雷浅宇说过一句话 如果不是看在 雷云宗还需要你镇守的份上 你已经死了 雷云宗需要雷浅宇 同样也需要他这个大长老 除非仇恨到了深处 否则张元峰定然不会杀他 禁运的是 大长老并没有资格与张元峰解怨 你们先退下 晚点姑再责罚你们 张元峰目光不善地看了大长老跟张楚轩一眼道 是 师孙老宗主张楚轩跟大长老 都是第一时间说到 随后强忍着激动退下 赤后责罚 就是变相放了他们一命 元峰 监管使的位置 你可有兴趣 云青年看向了张元峰道 公子 我更想跟在你身边 张元峰想都不想就说道 如果再知道 他还有前世之前 如果再知道 云青年是云帝之前 张元峰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当见海鲜玉的监管使 但现在 在张元峰眼中 没什么东西 会比跟在云青年身边还要珍贵 就以半年为期限吧 云青年想了想 说道 最近半年 我有些要事要处理 所以 这半年内 你先当一段时间的监管使 等我处理好手头的事情后 再来见海鲜玉接你如何 云青年与张元峰说话 带着几分商量的口吻 面对张元峰 他不太习惯直接命令 毕竟 他是将张元峰视作兄弟 而非他的下属 似乎担心张元峰会拒绝 云青年又说道 你当上监管使 对我的帮助也更大 果不其然 张元峰听到云青年最后一句话后 连迟疑都没有就说道 若是能帮上公子 我自然不会拒绝 张元峰说的还是委婉了 他心里话是 若是能帮上云青年 他就是赴汤倒火都在所不辞 云青年微微点头 这里就交给你善后了 我与秦吾道要去一趟大洲仙国 差不多要半年左右才能来接你 白云泉如果他愿意 雷云宗的职位随便他挑 若是他对权势无益 就让他保持原有地位 张元峰听到随便他挑四个字后 不由看了白云泉一眼 这四个字的分量可不轻 随便他挑 也就是说 白云泉想当长老 就满足他当长老 想当宗主 也要满足他当宗主 公子放心 哪怕白云泉想当雷云宗的宗主 我也会满足他 张元峰一口答应他 云青年无奈摇头 他这才发现了 他那句话的漏洞 不过他也没有解释 以他对白云泉的了解 白云泉是绝不会提一点半点苛刻的要求 白舵主 我马上要离开了 若是有缘 下次再见 云青年又来到白云泉生前道别 离开 是离开借海仙玉吗 白云泉马上有所猜测到 以云青年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借海仙玉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也只有大洲仙国那样的大世界 才有资格当他的舞台 恩 去大洲仙国 云青年点了点头道 元峰那边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你有任何要求 都可以跟他提 他也会竭尽所有满足你 云青年又说道 白云泉眼中闪过感动之色 不过白云泉的性格 注定了不会在嘴巴上感谢 而是选择了 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份情 婉儿 公孙飞 我们走吧 云青年大手一挥 一股棉绝的仙灵之力涌了出去 瞬间就带着林婉儿跟公孙飞 飞到了天际之上 秦无道紧随其后飞来 一行四人 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 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 公子 我们是现在就离开借海仙玉吗 半空中 秦无道一脸恭敬地问道 林婉儿跟公孙飞 此时还有些发傻 借海仙玉最有权势的一个人 就这么臣服在了云青年麾下 嗯 现在就走吧 云青年微微点头道 他心里 是迫不及待想见到池瑶 前往大洲仙国 必须乘坐仙玉传送镇 我先带公子前往仙玉传送镇的地方 秦无道马上就说道 云青年点头之后 秦无道便飞到了前面带路 急飞了两个时辰后 秦无道带着云青年 来到了一口巨大的火山上空 从半空看下去 全都是阴晕的烟雾 以及沸腾的岩浆 秦无道当着云青年的面 掐动食指 而后截下了一个手印 空向了下方的岩浆 顿时 火山口的岩浆 就像是遇到玄雾一般 全部被吞入了地底深处 随着岩浆全部消失 一个刻满符文的传送镇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这 这就是传送镇的先遇传送镇吗 公孙飞跟林婉儿 都有些发傻地看着下方的传送镇道 这个传送镇 仅仅是看着 就会让人觉得深不可测 传送镇上面 刻画的符文 更是充满了道运 超出了他们对符文的理解 先遇传送镇 一般都是由先帝麾下的地先制作 也只有地先才能制作出跨仙域的传送镇 云青年突然说了一句 林婉儿跟公孙飞 这才了然 原来是地先制作的传送镇 怪不得会给我们这种感觉 云青年还有一句话没说 地先制作的仙域传送镇 还只是最不入流的仙域传送镇 公子 我们现在就下去吗 秦吾道请示道 嗯 走吧 云青年点了点头 随即大手一挥 包括秦吾道在内 所有人一下子出现在了传送镇上 公子 你 林婉儿跟公孙飞 微微有些傻眼 因为他们看到云青年掐动手印 直接发动了传送镇 第1268章天选学院 很快 整个先遇传送镇都被金光笼罩 云青年四人 第一时间出现在了空间长河之中 呼呼呼 自人耳边 全都是呼啸的风声 此时的他们 正在以几倍的光速前进 而且 还是在空间长河里面以光速前进 也难怪说 哪怕是大罗金仙 都不能从一个仙域 徒步飞行到另一个仙域 因为两个仙域 相隔的距离 实在太远太远了 远到 单纯的人力 几乎不可能到达 甚至 就算是悬仙 都需要耗时几年 乃至数十年 才能从一个仙域 飞到另一个仙域 横渡仙域 唯有底仙 才能轻松做到 整整十分钟的时间 云青年四人 才出现在另一端的仙域传颂阵上 四人刚踏出传颂阵 就感觉这片天地 充斥的仙灵之气 是借海仙域的数倍以上 来者和人 前来大洲仙国有何要事 出了传颂阵后 便有护卫穿着的人 拦下了云青年四人 公孙飞眼中 第一时间出现了亥然之色 因为他在这八个护卫身上 感受到了大罗金仙的气息 大罗金仙在大洲仙国 只是用来看门的吗 监狱传颂阵外面 要么有重兵把守 要么有高手守护 云青年似乎看出了公孙飞的疑惑 私下传音给公孙飞说道 这几个大罗金仙 能被安排在这里守门 是因为他们深得大洲仙国的信任 在下秦吾道 乃见海仙域的监管使 此次来大洲仙国 是有些私事要处理 秦吾道连忙走出来 与眼前的八个护卫说道 原来是借海仙域的监管使 八个护卫微微点头 而后给云青年四人放行 看来真像公子说的 这八个护卫身份都不简单 公孙飞心里敌估了一声 因为这八个护卫 在得知秦吾道的身份后 只是少了戒备之心 除此之外 便在无讨好之类的其他情绪 公子 我们是现在就去天旋学院 还是先等我处理完公事 秦吾道又向云青年请示道 其实秦吾道口中的公事 严格来说 也算是云青年的私事 因为这个公事 是前往大洲仙国的专门机构 提议张元峰接替他 成为新的见海仙域的监管使 先去天旋学院 云青年想都不想就说道 说白了 秦吾道的公事 多得是时间处理 云青年现在 是迫不及待想加入天旋学院 因为对他来说 越早加入天旋学院 他就能越早见到持遥 天旋学院位于原本的洛凤城 如今的天旋城 我现在就带公子前往 秦吾道说道 而后便清车鼠入地飞在前面 公孙飞 你如今也是大罗金仙 可以直接加入天旋学院 所以你等下跟我一起报名 云青年看向公孙飞道 好 公孙飞有些哭丧着脸道 他如今虽然踏入了大罗金仙 虽然修炼了原始魔宫 但慵懒的性格还在 在他看来 加入天旋学院 肯定会迎来苦逼的修炼生涯 因此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晚而 天旋学院的招生标准 你在时还不能满足 所以就先以我是你的身份 跟在我身边 云青年又看向林婉儿道 天旋学院的招生标准是 千岁以下的大罗金仙 或者是三段天才 三段天才的衡量标准是 二十岁之前 必须踏入真仙境 多谢公子 林婉儿连忙说道 反应与公孙飞完全是两个极端 在林婉儿心里 能跟在云青年身边 就是莫大的幸运 至于是以侍女身份 还是其他身份 她根本不在乎 临近黄昏后 一行四人 才飞到了洛凤城 天旋城外面 公子 天旋城禁止飞行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最好是徒步进城 秦吾到寝室的看向云青年道 既然是已有规矩 我们自然不好破坏 云青年微微说道 而后带着林婉儿跟公孙飞 直接降落到了地面 云青年虽然是先帝 却不喜欢做一些破坏规矩的事情 当然前提是这个规矩并不会妨碍到他云青年 秦前辈天旋城规模怎么大 怎么一个守城侍卫都见不到 来到城门口后 公孙飞爱不住好奇道 城门口进出的人流很多 以他们看到的人流计算 一天至少有上千万人在进出 可偏偏就是这么恐怖的人流 居然连维持秩序的护卫都没有 天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 谁敢在天旋城闹事 秦无道说道 语气带着几分距人鱼千里之外 面对云青年 秦无道客客气气 毕恭毕敬 但在公孙飞面前 秦无道还是习惯性地 摆出了他监管使的架子 这道也是 公孙飞微微点头 也不在乎秦无道的语气 这是因为公孙飞知道 秦无道不是有意针对他 而是秦无道对云青年之外的人 差不多都这个态度 公子 天旋学院的招生时间 都是中午之前 现在已是黄昏 我们要不要先找见客栈 明日再去参加招生典礼 秦无道看向云青年 云青年没说话 但却点了点头 很快 秦无道就带着云青年等人 在天旋城找了一间最好的客栈 同梁客栈的一到三楼 都是用餐的楼层 四楼开始才是住宿的楼层 秦无道开好房间后 又走到云青年面前 问道 公子 我们是直接去厢房休息 还是先吃点东西 顿了顿 秦无道又说道 同梁客栈有几道特色菜很不错 公子若是有时间 可以浅尝试试 那就吃点吧 云青年微微点头道 秦无道带着云青年 来到客栈的三楼入座 接着招来店小二 点了八道菜 这一次的天旋之战 林家 成家 王家 都下足了本钱 要争冠军之位 可惜了李云霄这匹黑马 注定与前三无缘了 云青年等人当入座不久 隔壁桌就传来了闲聊的声音 第1269章刁蛮大小姐 云青年注意到 秦无道听到林家 成家 王家时 面色都微微变了变 不难猜测 这三个家族 定然是大中先国的大家族 李云霄确实可惜了 50岁不到 便已经踏入大罗金仙 也说在大洲先国 就是放眼整个仙界都能被冠上天才二字 可惜 他的寒门出身 注定了他很难成为最璀璨的存在 林家 成家 王家 他这一次都为他们的继承人砸下了巨大的资源 单单是圣药 就不知道消耗了多少株 反观李云霄 除了天旋学院给他的资源外 便在无外力可以借助 周围用餐的人 谈到李云霄的时候 都露出惋惜之色 哼 有什么好可惜的 寒门出身本来就没资格成为最璀璨的存在 三楼的阶梯处 突然想起一道不屑的声音 而后 一个红火色长裙的女子 踏着阶梯 一步一步走了上来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三个青年 每一个衣着都很滑贵 一眼就能让人感觉到 是大家族出来的子弟 姑娘 你的话有道理 但也太绝对了吧 别忘了 十大先帝之一的云地 就是寒门出生 你能说他不是最璀璨的存在吗 马上就有年轻气盛的年轻人 反驳火红色长裙的女子道 嗯 你敢顶撞我 火红色长裙的女子 立马省下脸 看向了说话之人 就得一声 一道先灵之力形成的气静 从他的掌中轰出 只听呼吱一声 就在对方右侧的胸口 留下了一道血洞 你 你竟敢伤人 对重创的年轻人 又惊又怒地看向火红色长裙的女子 上百岁的古灵 还只是人先修为 一看就知道是寒门出生的蝼蚁 也敢顶撞我助无双 火红色长裙的女子 满脸不屑地看了被他重创的年轻人一眼 别说我助无双只是伤你 就是杀了你又如何 趁我现在还没动杀机 马上滚吧 此周坐落的人 一开始见火红色长裙的女子 言辞间对寒门子弟都充满不屑 脸上都出现了愈怒之色 可得知他名字叫助无双后 一个个都面色一变 最终都低下了头颅 不敢看向助无双 如果说林家 成家 王家 是大洲先国最大的家族之一 那么助无双所在的助家 就是天玄城最大的家族之一 助无双身为助家族长的掌上明珠 又岂是他们所能惹得起 云帝生死未知 千年不见踪迹 居然到现在还有人将他视为寒门封碑 简直可笑 助无双又充满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与云青年同坐一桌的琴无道 面色当场就沉了下来 想要发飙 但见云青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不由又忍了下来 无双说得不错 云帝就算再强大 也终究是寒门弟子 哪怕成为叱咤仙界的先帝 也缺少了底蕴 没有底蕴 就算辉煌 也只是一时的辉煌 没错 如果不是持咬女帝护着 云帝留下的势力 早就被人蚕食殆尽了 可怜云帝麾下的三个辅主 因为受到云帝牵连 一个被黑白炼狱刺杀而亡 另外两个虽然捡回一命 但也在黑白炼狱的暗杀中受了重创 如今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舔食伤口呢 助无双身后的三个青年 都相继出言附和道 提到云帝时 不仅没露出敬畏之色 反而有异于言表的不屑 无双 你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为了避免这些寒门楼 影响你心情 不如就让我把他们都赶走吧 马上就有一个青年 走到助无双面前讨好的说道 也好 助无双点了点头 另外两个青年 见助无双点头 马上就用嘲讽的口吻说道 同梁客栈是越坐越回去了 曾几何时 他还是天玄城最奢华的酒楼客栈 如今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跑到这里用餐了 可不是吗 看到这些寒门楼椅 我就觉得恶心 一群底层的楼椅 还整天妄想于越龙门 也即便凤凰 简直可笑 空空空 三道大罗金仙的气势 突然笼罩了整个客栈的三楼 顿时 除了云青年这一桌外 其他人全部感觉到了一股沉甸甸的压力 紧接着 在场所有人耳边都响起了冷冰冰的声音 三个呼吸内滚出同梁客栈 否则 此除了云青年这桌外 其他桌的人脸上都出现羞怒之色 只不过羞怒归羞怒 在场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 并且 一个个都第一时间从座位起身 做事就要往楼梯方向走去 你们未免太霸道了 同梁酒楼又不是你们开的 你们凭什么赶人走 让云青年意外的是 与他坐在一桌的林婉儿 会在这时候愤愤不平地开口 恩 祝无双顿时面色一尘地看向林婉儿 看清林婉儿的长相 气质后 祝无双眼中先是闪过不易察觉的极度 林婉儿原本的姿色只能算中上 可是被云青年乏毛洗髓后 无论是姿色还是气质 都一举跃入顶尖美女的行列 祝无双最讨厌的 恰恰就是比他漂亮 比他有气质的女人 敢说我们霸道 简直找死 祝无双眼中 顿时闪过杀机 而且 司徒免三人 都让你们三个呼吸内滚出同梁客栈 你们竟然还敢坐在那里用餐 祝无双挥手间 四道先灵之力形成的气境 直接射向了云青年四人 而且与第一次出手时不同 祝无双这一次 直接带着杀机出手 他是打算同时轰杀云青年四人 放肆 秦无道猛地抱和一声 也不见他动手 仅仅是呵斥产生的声波 便直接震散了 祝无双幻化的气境 好没教养的野丫头 老夫今日就替祝无牙 好好管教一下你 秦无道开口说话的时候 身影宛如顺移一般 凭空出现在了祝无双面前 啪 啪 一个照面 就在祝无双脸上 留下了两道火辣辣的掌印 第1270张念人满门秦无道 秦无道这两巴掌 直接把祝无双打猛了 四周的气氛 也在这一刻死寂了下来 所有人都没想到 会有人敢在天玄城 对祝无双出手 而且 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连扇了祝无双两道巴掌 这可是打脸 不仅打了祝无双的脸 同时也打了天玄城具无霸家族住家的脸 你疯了吗 你 你竟敢打我 祝无双回过神后 又下意识地说道 整个天玄城 修为高过他的人有很多 但敢出手打他的人 绝对找不出几个 因此祝无双的第一句话 才会是质问秦无道是不是疯了 竟敢出手打他 打你又如何 秦无道冷笑一声 如果不是我家公子还没发话 现在的你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若是林家 成家 王家 秦无道还会顾忌 但是住家 秦无道根本没太放在心上 借海仙玉的监管史 哪怕在大中先国再没地位 也不是一个小小的 祝家所能撼动 就更别说 祝家的族长祝无鸦 还是他昔日的手下败将 老家伙 你找死吗 敢对无双出手 给我们死 祝无双的三个青年追求者 双双冷哼一声 而后全部出手轰向了秦无道 罗里一般的东西 给老夫滚 秦无道看都没看他们三人一眼 仅仅一个滚字产生的声波 就将三个青年震飞出去 空 空 空 三人落地后 口中都喷出了一口大血 全 全仙境的强者 这三个青年 面色终于大变 全仙 已经是他们身后家族的 组长级别的人物 他们身后的家族 不可能会为了他们这些小辈 去得罪一尊玄仙高手 怪 怪不得这个老家伙 敢说出替助无鸦管教女儿的话 三人都在心里说道 老家伙 你很好 我祝无双记下了 哪怕你是玄仙 我也不会善罢甘休 祝无双充满恨意地 看了秦无道一眼 而后 就要转身离开 我让你走了吗 云青年终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祝无双教养如何 与云青年无关 但很不巧的是 祝无双对他云青年展露过杀鸡 并且还将这个杀鸡付诸了行动 你算什么东西 已经转过身子的祝无双 又回过身 阴沉着脸看向云青年 整个天旋成 还没有我祝无双不能去 不能走的地方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拦我 祝无双接连对云青年 说了两句你算什么东西 大胆 没教养的东西 还敢冒犯我家公子 秦无道身上 直接浮现杀鸡 猛的啪啪啪啪 一连在祝无双脸上 又狂善数十八掌 祝无双还算漂亮的脸蛋 直接被抽成了猪头 肥肿的吓人 公子 要不要我现在就杀了他 秦无道请示的看向云青年 末了 又补充道 若是杀了他 公子还不觉得解气 我现在就杀向祝家 灭了祝家满门 秦无道这两句话 直接吓到了在场所有人 不仅要杀祝无双 还要灭了祝家满门 秦无道以及他口中的公子 究竟是何方神圣 祝无双的三个追求者 也是一个机灵 看向秦无道的目光 变得恐惧不已 云青年无语的看了秦无道一眼 这祸杀气也太重了 动不动就要面门满门 不过 云青年也只是无语 秦无道毕竟是监管使 习惯了高高在上 哪里受得了被人冒犯 再加上 秦无道心里还认定 捅破天了 还有云帝为他兜着 杀他就不必了 云青年摆了白手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他一身羞为 就不要留着了 祝无双听到云青年的第一句话 心里还暗自松了一口气 可云青年后面一句话 瞬间就让他面色变得煞白 在他看来费他羞为 与直接杀了他根本没有半点区别 前辈 得饶人处且饶人 无双都被你打成这样了 您又何必再赶尽杀绝 祝无双的一个追求者 突然映着头皮说道 他叫司徒勉 颇有心机的一个人 他知道此时站出来 为祝无双求情 一定能在祝无双心里 留下极好的印象 甚至 还有可能直接因此 让他抱得美人归 云青年 林婉儿 公孙飞听到司徒勉的求情 不由都不屑地笑了 他们之前随意侮辱别人 一言不合意就出手伤人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的 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 罗里一般的东西 老夫就是赶尽杀绝 你又能如何 秦无道充满不屑道 随即随手一挥 直接将司徒勉震飞出去 空的一声 司徒勉砸到了地面 你 你 你废了我的修为 司徒勉口吐大雪 又是惊恐 又是怨恨地看向秦无道 废你修为又如何 再敢废话一句 老夫不仅会杀了你 还会踏灭你满门九足 秦无道一脸霸道 但与司徒勉 助无双几人之前的霸道不同 秦无道的霸道 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 想要拍手叫好 秦无道接着 又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掌轰在了助无双的小腹处 震碎了助无双体内的所有经脉 助无双一身修为 就像是泄气皮球 从肉身中狂溢出来 助无双面色煞白 与司徒勉一般 用恐惧与怨恨交织的目光 看着秦无道 但现在 无论是助无双 还是司徒勉 都不敢再有一句嘴炮 有句话说得好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秦无道毫无疑问 就是凶横之辈 告诉你们身后的长辈 想报仇可以 但最好能一把轰杀老夫 否则让老夫缓过来 嘿嘿 秦无道突然又猙獰的笑道 他那句黑黑一笑 代表着什么 已经不言而喻了 毫无疑问 又是要面人满门十足 现在 可以滚了 秦无道冷哼一声道 事事事 多谢前辈不杀之恩 另外两个没被废掉 修为的青年 连忙扶起司徒免跟住无双 用最快的时间离开了同两酒楼 于辞少了 请不吝点赞至少了 位置